而这起事件到底跟军中的所谓官位争夺战有没有关联呢 现在又扯出了另外一种阴谋论 最主要的当然就是下士之死 结果连坐三级的惩罚 这一次是跳了好几级 变成了是时无前例的连坐九级的扩大到陆军司令 李翔纽也被记了一支申戒 李翔纽在昨天慷慨激昂的台记者会跟大家释欠 说一定会彻查勿往目纵 还说军队绝对不是黑道组织不容许流氓的存在 看起来语气很坚定 手势也非常的多 不过外界都认为最主要的就是洪仲秋事件 让李翔纽这一位原本非常热门的参谋总长人选 恐怕要跟这个官位更上层楼失之交配了 军队绝对不是黑道组织 不容流氓败行 我们对于所有不孝的干部 我们误网误众 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谈起洪仲秋虐死案 陆军司令李翔纽义愤全英 仲秋妈妈说 仲秋安然入梦 已经放下了 仲秋妈妈也或许放下了 但是我们陆军司令部绝对放不下 我们面对的不是防范 一个个案 我们不是让耳后不再有洪仲秋事件发生 讲到重点李翔纽还会加重以期 没有真相 就没有原谅 我坦诚的向我们社会各界报告 我们今天还原了真相 我们仍然不能原谅 我们这些不孝之徒 其实李翔纽这么激动 全英红仲秋暗 军方陈楚史无前例 从原本连三级到连九级 让原本外传是接替参谋 总长热门人选的李翔纽 因为一职申戒 失之交臂 我们把部队长的手机号码 告诉我们全体官兵 是让他觉得有委屈的时候 他可以逾越我们组织的管制之下 他直接跟主官报告 为什么没有循这个管道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诧异 就怕试图受影响 李翔纽不破网 前天晚上才开完记者会 隔天又再度南下到宏家致意 我只是来胡咙家里面 我要接受法律责任 不止一次说过要负责 李翔纽保卫战用官位奋力一搏 TV片新闻 叶俊宏 邱婉柔 台北报道